这期是临时加的,本来该讲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了,但是由于之前两期内容距离现在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我需要把维吾尔的问题单出一期以作承接。 首先,我要将我标题中的突厥人的意义再作澄清,我所探讨的突厥人就是广义的突厥,古今所有以突厥语系为母语的各民族,各部族,各人群,就是该意义下的突厥人。 当然,你如果喜欢也可以叫做突厥语民族,这里不是狭义的阿什纳布兰突厥,之后再去争辩哪个是突厥,回忽是不是突厥之类的,我就不再做回复了。 下面引用上一期的视频回复中的内容,以问答的形式来解释关于哈拉韩国和现代维吾尔人传承的一些争议和疑问。 突厥语系各部,通常都在黄贝加尔以及密努申斯克盆地阿尔泰地区的祖地即被命名,之后均有迁徙而混入其他部族,仍保有称呼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哈萨克中的克列奶蛮,以及一系列的蒙古部名。 说葛罗路出自回湖,并没有统一的历史资料作为佐证,只是二者互有融入,不过这一点也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作为后来被认知为葛罗路的那一支系的发展过程。 比如突厥语词典的作者喀什嘎里认为,葛罗路是类乌古斯,而伊尔韩国的哈尔达尼直接说葛罗路就是乌古斯,包括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史书的各种说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喀拉韩国的葛罗路属性是普里查克为首的国际显学的代表,普里查克本人认为喀拉韩国的王统为阿什纳,但基本盘仍然是葛罗路。 这与国内一些中亚史突厥史的学者的观点不同,我之所以不分采信普里查克的观点,是因为普里查克资料的方向都是与喀拉韩国交往甚密,文化宗教制度组织更接近的一些国家的史料。 而国内学者基本都是从唐五代宋以来的直言片语的附会为主,这方面的论文和书籍并不难找,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看。 或许早期历史因东西史料的矛盾仍无法说服一些秉持国内关联的人,但是到了蒙古帝国崛起之时,蒙古受降于哈拉鲁,就是葛罗路之另义,已是喀拉韩国区域内唯一享有主权的地区。 喀拉韩国当然有一部分是西迁的回狐,但这部分回狐再无回狐的属性。 在蒙古帝国时期,饱有回狐称呼的是高昌回狐的威吾尔,而喀拉韩国地区的是哈拉鲁,早期争议之外,到了蒙古帝国这个时间节点,继承回狐之名的民族和地区是显而易见的。 而讨论现代民族之渊源,简化节点是完全没有影响的,比如讨论现代维吾尔的语言和民族来源,是喀拉韩,葛罗路人,查克台人同化或征服了高昌回狐,维吾尔,还是有一个传承不断的回狐民族,至少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查克台人不等同于哈拉韩葛罗路人,他是有了新的遗憾,这一点我将在今后的视频中继续讨论,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省文人帝和弥生人OEB均为日本人的祖先,这一点从目前日本人的丹背群组成可以测得,但已形成大和民族之节点,认为夏宜人是省文人的后代,逐渐融合于弥生人是毫无疑问的。 现代维吾尔族有个明显的脉络,主线就是葛罗路,查克台,回部,现代维吾尔,而玉故族的主线才是以回狐为主线的传承,这里并不否认回狐是现代维吾尔人血统上的重要族源,但从文化传承上,回狐绝不是现代维吾尔人的主制。 第一点呢,魏良涛的所有著作,包括论文,我都看过,他是你以上说法的集大成者,这个论述观点并没有什么证据,几乎都是依赖时空上的附会。 第二点,即使是在我国,他的这个观点也被很多学者反驳,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尤其是认为唐特勤是高长回复的建立者的那一派学者,他们是很反对唐特勤建立了喀拉罕国的。 第三点,国际上从来没有过喀拉罕国的建立者是庞特勤或者是回狐人的说法,争议集中在阿什纳家族,葛罗路,楚越和样摩,这样的几个观点。 第四点,国际主流观点认为,雀皮加,卡迪尔汗并非喀拉罕国的第一代统治者,而是第一个称韩的,原因正是回狐韩国,灭亡四散,给周边部族统治者一个称韩的机会。 第五点,我也不止引述论文了,因为你又留言又发私信,目的应该不是学习交流,而是反驳我,那你就信你的,我信我的,你说的理论我并非没看过,而是不信,所以也就没必要再跟我讨论了。 之后呢,这个比友就开始谩骂,指责,什么屁股歪呀,什么史料,只能看中国呀,西方都是编的之类,如果你不信卡拉罕国本国和他邻国的史料,而通过与卡拉罕国并不接壤的中原王朝的史料下,再去做加工和推测的结论,那是你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你信你的,我信我的。 西伯利亚语之并不是病系群,讨论是不是病系群,要看它的起点,不能以后来深入研究后的结果而论,而是要看当时的研究方向和目的。 虽然2020年用贝耶斯方法跑出来的最新结果是北西伯利亚,就是亚库特、多尔干语之,是除了乌国尔之外,第二个分裂出来的节点,但这篇论文也支持了南西伯利亚的萨言语,就是图瓦托法和哈卡斯语,以及回护语在另一个节点上, 也就是今后的辛普系只需要画离南北两只在竖行上的不同位置即可,另外就是库曼语与其他共同突厥语的关系是疏离的,库曼基本被排除在了清查语之之外,就参考以下的这篇论文,如果大家需要我解析这篇论文,我也可以在后续单独做一期视频,这个论文虽然没有重构不绝语系的竖行,但是也有很多新内容感兴趣的,可以关注我的后续视频。 那倒也不是啊,因为后来经历了贴末尔帝国和朱赤系南下诸国的影响,西部的葛罗路语之的人群演化成了乌兹别克人,而东查和台韩国在经历分裂为耶尔强韩国和图鲁藩韩国,以及准盖尔韩国的统治后,东部的葛罗路语之人群演化成了回布人,而回布人经过回布民族主义者的异象之下,将他们的族称定为维吾尔。 其实,东面高昌回狐是在宗教语言和政治上被进攻和被统化的一方,而西面的喀拉韩国到后来的查克台韩国是进攻和完成统化的一方,回狐确实是现代维吾尔人的一大族源。 我从未否认这一点,但看一个民族的主体发展脉络和著称,我个人觉得名和实无法对应还是该得到澄清的。 这是我发表过一系列视频和文章的初衷,这丝毫没有冒犯任何族群的意思。 无论什么民族的朋友,如果是基于理性和尊重历史的态度,是可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的。 喀拉韩国的主织是葛罗路,不是回狐,而现代维尔族的历史主线是喀拉韩国、查克台韩国、东查克台韩国,亲属回布。 西辽和准嘎尔的时间因为太短,且统治有效性不高,就不列入了。 之所以不说回狐语,从11世纪以来,喀拉韩国对高昌回狐的攻势,以及查克台韩国在喀拉韩国和高昌回狐固地建立统一政权,到原末明初,到新疆内的维吾尔人在宗教上已完全统化完成,自称维吾尔人的仅存图鲁藩和哈密尔东。 而到了15世纪,原高昌回狐固地的维吾尔已不鉴于史书,而这也是葛罗路语之确立的时间。 这个语之也是学者们根据这个语之产生的历史命名的,当时其实也几乎没有哈拉鲁或者葛罗路人建于史书了,形成了一个新的突厥与人群的共同体,查克台人。 我用词这么谨慎自然是有原因的,查克台人很难称为民族,因为他来自于政治归属,而不是认同归属,甚至也不是语言归属。 尤其是在查克台韩国统一的纯旭期,查克台韩国的几只塔吉克游牧人,无论在韩国内部还是外部,还是自我认同,都是查克台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亚突厥化的进程,不过这个进程是缓慢且并非单向的。 在现代民族中,也有查克台人,他们是塔吉克人的一支,说塔吉克语,而不是乌兹别克语。 为什么所有学者都没有查克台族,甚至比较谨慎用查克台人这个称呼呢? 原因就在此,因为他们仅为一个人群共同体,有认同这个名称,却不说查克台语的。 也有相反的,说查克台语不认同查克台人的,只能说东西查克台人,都有一部分讲查克台语的中间力量,在几百年内一直巩固着葛罗鲁语值的成长,韩国分裂并没有影响语言的交流。 其实在天木尔帝国时代,波斯语跟查克台语在中亚是呈现一种卷麻花的状态的,并没有突厥与明显占优势的情况,从当时的著作统治者的语言使用情况,甚至官方文书都可以看出来。 明朝和天木尔帝国的文书汉语就不用说了,肯定是用的最多的,其次是波斯语和蒙古语,查克台语是最少的。 喀拉罕国侵入高昌回湖,并不像灭渔田那样顺利,穷极喀拉罕国的所有存续期,都没有拿高昌回湖有什么办法,期间还有几十年,高昌回湖和喀拉罕国都是信佛教的西疗的附庸。 喀拉罕国这个时期,基本已经是小邦了,真正完成对高昌回湖的伊斯兰话,已经是东查克台韩国的第三位韩了,时间也来到十四世纪的最后十年。 而在此之后,哈密是直到十六世纪初,哈密为陷落高昌回湖的故地才完全伊斯兰话,在此之前的一百年,几乎没有高昌回湖故地的维吾尔人建筑史册。 当然他不包括甘青的维吾尔,也就是玉故族,据信有一部分高昌回湖的佛教徒是在高昌回湖覆灭后,融入了甘州回湖,及后来的玉故族。 之后直到十九世纪,也都没有高昌回湖故地的人被称为维吾尔人。 我是在此详细描述了一下葛罗路语之人群的政权和民族变动情况,时间节点是非常明确的,全江查克台话肯定是东西查克台分裂之后的事了。 如果说是带来原始突厥语,注意这里边说的不是共同突厥语,而是更早的原始突厥语的那批人,应该是黄的。 这些人的祖地是在环贝加尔到阿木尔河一带,常然与鬼门洞人群类聚,也可能跟鬼门洞的人群是同一批人,也有这种可能性。 后来来到米努申斯克,萨盐阿尔泰这一线,才与西欧亚为主的常然人群混居,形成了图兰亚种,体制人类学的初浅的一个分类。 其实这种体制人类学的分类已经慢慢被抛弃掉了,我猜想这里没有十足的证据,原始突厥于人群的主体外弹背群是N带有部分的C2北,特征弹背群应该就是N,更新是晚期到新时期时期形成的。 有别于东湖系统C2北为主,而R1A、R1B和沟等等是西迁后融入的,青铜至铁器时期也就是,欧大概是进入历史时期融入的,类似苏武、李宁这种战俘或者是农业、游牧、民口之间的交流,当然也不排除混合得更早,我说的只是主体的情况。 我说的这些呢都是基于事实的讨论,没有什么强行,维吾尔人也只是一部分人认同回狐,并不是全部,因为我也跟维吾尔族的朋友交流过这个问题,乌兹别克人呢就更是没有认同回狐的这件事了。 而且整个维族形成的过程,我过去发的视频明确讲过回狐确实是维吾尔的族员之一,但喀拉罕国并不认同回狐也是事实,有部分维族认为被融合的意志可以作为著称,那也是可以的。 喀拉罕国、查克台罕国蚕食了高仓回狐,高仓回狐除了少数内谦,绝大多数被融合,所以整体回狐人在19世纪之前都没有回狐的认同。 维吾尔是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席卷世界知识,少数回狐知识分子所推出的竹名,这也是在苏联1921年举行的一次民族会议当中决定的。 这就是历史的全部事实,日尔曼羽族的普鲁士人不也是融合了波罗地的普鲁士人吗,并将后者作为了国名族名吗,其实事实呢只有一个,这是不可模糊的,但认同又有什么强行一说呢,尊重就好了,我在视频里在评论中讲过认同是需要更改的吗,这是你想多了吧,事实摆出来,这是严实的责任,至于认同是什么,那是人们的自由,甚至你不愿相信事实,我都管不着, 从第一条我回你的,我就告诉过你,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就好,我也没打算说服你,也没打算让你看更多的书来增加学养,之所以还回复这么详细,是为看到评论的其他的人,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罢了。 我通过以上的问答,我已经把维吾尔和喀拉罕国的问题讲得十分清楚了,如果是正常交流,不是来吵架的,我都可以心平气和的探讨,贴论文和史料,反之只做结论性的回复。 现在维吾尔人是以喀拉罕国、查太罕国治下的主体民族为主线,融合高昌恢狐发展而来的,高昌恢狐是他们的融合对象,这一点本来不存在任何争议,从语言、宗教、文化、历史各方面都十分清楚,这既是人群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 当然也伴随着显著的伊斯兰话,如果从喀拉罕国灭于田王国开始算起,至少又经过了三百多年,高昌恢狐的势力以及佛教的势力,才完全从高昌恢狐的版图下消失,不包括哈密,恢狐当然是现代维吾尔的重要族源之一,这是我反复强调的。 而且,这个融合路线可以粗线条地认为,高昌恢狐融合了当地的操图火罗语的人群,以及汉人、吐蕃人。 喀拉罕国灭掉于田后,融合了当地的塞种人,而后来的蒙古西征诞生的查克台韩国,又让这里的居民拥有了一部分蒙古血统,尤其是丧层贵族。 喀拉罕国和高昌恢狐可以合称为突厥来源,图火罗语人群,塞种人,汉藏人,蒙古人,刚好可以吻合于现代维吾尔的基因测序。 印度的HHL也广泛存在于塞种和图火罗语等塔里木人群之中,但没有作为独立人群参与维吾尔的融合,所以不记住。 以上,我又通过问答的形式梳理和解释了关于喀拉罕国和现代维吾尔人的历史主线,希望对你的理解有所帮助。 谢谢观看,下期见。